好了,今天就到未來跟大家玩玩玩具這個環節 我看得到這個雲霜電子皮盒 都看得到,猜得到未來 今天想跟大家玩什麼 就是這隻由漫代出的 這兩個月都算幾Hit的一隻 SCHF 那就是 永恆元祖 好啊 那我個人覺得這隻真心很型的 我想來看看 第一層就是主體 作為首型戰士有六隻手型 先拿出本體 先拿出本體 腰帶方面 看見呢 即是納幣那些就沒有 OZ 這麼多銀 但該有的 主角那幾隻他有配給你的 先來看這片片 首先就是手型 手型方面就有 這幾隻手 六隻手 標誌性的那些手型都基本上有的 再看看這個刷卡器和尿盾 那尿盾這隻我個人覺得很大賣點 就是上色 超美 那舊版那隻尿盾 我沒有買 這隻 看見的樣子真的很帥 我第一時間買了 那這個我就不知有什麼用的 這塊 如果有人知道的 話說我就知道 那 硬幣方面 我配了有 紅色的尿盾 那四隻 那我就暫時不開了 因為 它太小隻 到時候我自己玩的時候 我再放下去 它可以放回腰帶 那這些印刷都OK 那這隻就是他這次 三隻永恆聯組的硬幣 那到時候我應該都是會開這隻來用的 那我們來看本體 本體方面 這隻尿 我覺得比普通尿 是漂亮的 好多 真的漂亮 這隻漂亮得離譜 那個造型有型 那 至於電影方面 就是那個 在電影裏面那個 作用 或者它的實力是怎樣的 我就不知 因為我還沒看電影 那 手也好冷 手也好冷 那這四條呢 就是硬膠來的 你們自己玩就小心了 一定斷的 時間問題而已 有些 腳的那洞 頭的那洞 左右的那洞 沒有問題的 那你如果有其他 OZI的形態呢 就可以玩 替換組合 這個位置 我拆給你們看 我先看怎麼拆 喏 它全部可以這樣 三個位置全部拆掉 但是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 我沒有試過 我不知道怎麼拆 但是應該都是下面 下半身都可以拆的 這樣就先拆掉 這樣就先拆掉 這裡就是這樣 中間的構造 至於這裡怎麼拆 我就真的沒研究過 這裡看到有初號4點 我習慣了一般都是開箱 拆完紙之後 扭到鬆為止 扭去 就是大部分的動作 那會不會 扭一下扭一下刮七呢 這個是後話 我個人覺得 應該不會 沒什麼 大家看得到 這條 四條邊 是一個球形 定在後面 所以一定斷 所以要很小心玩 我上去很多論壇 看一些人 都有一定的 測面或者中獎問題 我這隻很平衡 是沒有的 這隻拆拆球可以放在側面 應該是這樣裝吧 應該是這樣裝 跟著這個鳥盾就是裝在這裡 看有沒有錯 因為我不肯定這個盾是不是 我不是調轉 它是後面這個在這裡 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些細節位都很出色的 腳腳用的是球形 基本上沒有金屬件 那就好了 基本上這件事就到這裡 介紹完了 下期再見 拜拜